向東內黑衣男左右手各拿一把菜刀 不停揮舞 嚇得鄰居紛紛閃躲 可怕的是黑衣男不久前才剛持刀攻擊鄰居 地上滿是血跡 遠近持棍棒壓制 把人壓倒在地 男子人倒在地不停掙扎 十一號下午兩點多 五十九歲理性男子手持雙菜刀 在頭屋異心街上狂揮 傷及陳姓和楊姓老婦人 造成兩人投手刀傷緊急送醫 至於嫌犯臉部也見血遭傷靠逮捕 警方指出嫌犯和兩名老婦人並無恩怨 為何無故砍人得在離親 而離婦的是十號當天 彰化也出現一名男子 闖民宅搶菜刀 最後衝進超商 過程中俗姓男子手持雙刀 擋在兩輛車中間 甚至朝其中一車玻璃窗回砍 乘客目睹嫌犯遲刀刀砍車 當時車上還有四歲的女兒真的嚇傻 後續男子闖超商落網 如今進行畫面曝光令人捏把冷汗 記者彭志明陳盛惟許玉文 王百英苗栗彰化此坊報導 我是陳居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